哈喽欧小伙伴们 今天我们接着来玩乐高漫威超级英雄 上一期呢我们是遇到了两只巨大的石头手臂 现在呢我们就想办法处理掉它们 靠近是不可能了 但是我们可以使用浩克 搬起旁边的重物砸向它们 然后这边还有个把手 同样我们把它搬起来 直接一砸 nice两个石头手臂都搞定了 不过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列火车 这里面有很多的杀人小怪 都是杀人召唤出来的 我们得先把它们清理掉 ok 干掉最后一只 火车就自动瓦解了 我们继续向前走 杀人就在前面 我天 这是 我去 杀人又给我们立了一堵石墙 虽然钢铁侠可以飞过去 但是会落下浩克 这可不行 我们得想办法用水把墙打湿 不过去哪弄水呢 在经过了我的一番排查之后 我发现了这个装置 这应该是个除水器 可以利用起来 先给它炸开 然后呢 再将这些零件重新拼接起来 组成一个高能水炮 哇 ok 漂亮 上车 喷水 浩克 赶你了 别躲了 给我出来 这座墙有裂缝 浩克上去 自然是可以直接击碎 不过下方是流沙 浩克无法降稳脚跟 所以我们得换这种方式 你们看到右边的架子吗 它应该是有作用的 我们先将它打碎 接着咱们再拼起来 给浩克留住两个把手 nice 剩下的操作就交给绿巨人 搬起来 对准中间的墙壁 扔过去 漂亮 现在咱们的蜘蛛侠也出场了 那我们击败杀人的机会 不就更大了吗 现在绿巨人和钢铁侠都被杀人卷到空中去了 蜘蛛侠双手拉丝 是直接将它们扯了下来 感谢蜘蛛侠老板送的两根蜘蛛丝 我们没时间聊天了 杀人还在上面作乱呢 现在杀人是弄了一块大的广告牌 挡在我们的前面 而且还是带电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做的 应该是想办法先把电关掉 我们先来使用一下蜘蛛侠的技能 首先它可以不断地在空中拉丝摇荡 然后呢 就是它的超强蜘蛛感应 它可以感知到一些细节的线索 我们走到右手边 可以看到一个大型的发电机 要断电就要把发电机给破坏掉 使用蜘蛛感应 蜘蛛侠好像发现了什么 原来如此 这边可以往上爬 我知道了 这边有个把手 利用蛛丝可以将这个雷达给拉下来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将这些零件拼接起来 OK 这玩意儿 恐怕只有绿巨人才能拉得动了 去你的 太棒了 发电机被毁坏了 咦 怎么还有点 一定是还有发电机没有拆除 果然 左手边还有一个大型的发电机 这个发电机 靠满力是拆不掉的 不过在蜘蛛侠的感应下 他找到了发电机的把手 直接使用蛛丝 用力 nice 成功了 这个时候 两个发电机都已被我们清除 接着 继续使用蛛丝 将广告牌给拉下来 OK 现在我们三个都可以顺利通过了 走吧 让我们迎接最终的杀人之战 喜欢的话请记得长按点赞 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 接着消灭杀人